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武警四川总队梁山支队四中队官兵奋勇抗洪 在抢救群众生命财产的过程中四名官兵被洪水冲走 其中两名官兵牺牲一名战士失踪 一声声悲泣 一行行千泪 合着安宁和咆哮的水流声 束缚着人们内心的悲痛 九月十日上午四川省西昌市举行追悼大会 数千名群众在这里被抗洪救灾中 在转移群众时不幸牺牲的武警四川总队梁山支队四中队台长王斌 战士周康 宋兴 为了救我们的生命 救我们的财产 我们做到我们年轻的生命 我们做到我们的幸福 迹象 迹象无际 我觉得我们太伟大了 今天太伟大了 前来向遗体告别的卢孤镇村民刘朝芬 边说边向记者讲述了几天前所发生的一切 8月30日至31日持续强降雨 导致梁山州缅宁县卢孤镇的安明河水爆炸 三百多名群众被洪水围困 8月31日4月20日左右 克制编命县陆孤镇遭受控灾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侵犯 支队立即命令四中队 按照枪先救灾预言 立即投入掌握 禁止四中队要严密阻止 切保安全 接到命令后 中队长颜春阳迅速推响了紧急集合哨 三班班长张辉率先冲了出来 而刚刚下哨的周康找到队长说 我还有两个多月就要退伍了 给我这次机会吧 王东海和新兵王文正也主动请战 加入到抢险队伍 上期原本要求出动21名兵力 队列力却多出了八个人 中队长颜春阳根据人员情况将兵力分成了五个战斗小组 此时免宁县正遭受一场由水温记录以来最大的一场洪灾 老南街水位不断上涨 我到达现场以后发现河水在不断上涨 老百姓在上面乱跑 为了安全起见 我迅速把老百姓疏散到桥两端 拉起警戒线 开出警戒小组 有我在一组人员 沿着地势最低 最容易被洪水淹的老南街挨家挨户 转于老百姓 两点五十分 不断上涨的洪水已经涌入小太阳幼儿园的一楼 就在幼儿园老师不知所措的时候 武警官兵赶到了 当时雨越下越大 洪水已经到这个位置了 不断地往上涨 人同在里面大吼大叫的呀 就叫救命救命 不断地哭 老师也非常心慌 然后门也打不开 我就用腰带缠在拳头上 然后一拳就把那个窗户打开了 这是卢谷镇老百姓用手机拍摄下来的一段视频 尽管画面有些模糊 但是我们依然能感受到 当时紧张有序的救援情景 就在官兵们将幼儿园的孩子转移到安全地带 后突然有人大喊 我们家有老人和孕妇快救救他们 听到喊声 王冰等人排的担架赶了过来 当时我和排长正把商铺的东西转移完 然后就突然听到有人喊救命啊救命啊 我们家还有孕妇 然后我和排长我们就迅速趟水过去 我们救孕妇出来的时候 水已经到我们脖子出楼 当时我们前进十分困难 张辉和周康就把前面的漂浮挪宽 把孕妇举过头顶将孕妇救出来 过救的孕妇 渠方因过度紧张激动浑身发抖 王冰主动安抚他 鼓励他稳定下情绪 并约定孩子出生时 一定去看望他 从这个十二点钟 一直到四点钟 我们看把所有的老百姓 都已经转移至安全地带了 我正准备 带着本中队人员撤回 突然听到有人喊救命 这个王斌同志就在前面不远 他听到以后 迅速带着他那组人员游过去 这时候雨越下越大 水越积越深 王斌试着往里面冲了几次 都没能成功 快不能丢下一名群众 会有勇的跟我来 王斌大喊一声 在他身后 周康 张辉 王东海 刘续全 与三名公安民警 携带一只汽车轮胎 从另外一条老街 绕道向老人游去 此时救人兴起的王斌等人根本没有想到 危险就在眼前 当他们游到离老人三十米远的时候 防洪堤就在他们身后夸塌了 老胡一没有想到悬我呀 一悬他就从那儿要吹起悬得过来 我就只看到几个老婆 一哈就嫌到水里面去 就偷面就再也没看到什么 这一辈子才要见到人家的五金了 不是他们把他看出来的话 今天就困到一头 说句实话 你在一头弄不出来 我们都没得办法 这些五金这些改进 真的太优秀了 为了老百姓 为了大家的亲爱 老百姓每天中活 每天中活都是流浪了一粒 风雨中的迷彩 如庆祖般傲然挺立 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网上的这条帖子 让人潜然泪下 九月一号晚上八点四十四分 在缅宁县第二人民医院 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 被武警官兵救起的孕妇 李渠芳静止地成为了母亲 当时如果不是的 结果不仅把我抬出来 也许我当天晚上 还不晓得是什么好过 就在一天前 母子与死神擦肩而过 然而 答应来看他和孩子的 排长王斌 却来不了了 在现场目睹了这场灾难的意见 蓝万万没有料到 防空打堤会突然绝口 洪水瞬间将他们八人卷入 咆哮的安宁河 其中一名民警正好冲到一个电线杆下 他便死死抱住不放 才幸免于难 其他五名武警官兵和两名公安民警 借助轮胎的福利 顺着汹涌的洪水向下游飘去 那么这几个人生死关头 到底说了些什么 又遇到了什么 在梁山州第一人民医院 我们采访了奇迹生还的班长张辉 他讲述了那段令人心迹的经历 盘长跟我就开始鼓励 就说我们都不要放弃生命 都不会死的 然后就靠就松了 我说两个月过了以后 我马上就要退伍了 我不想死 然后别哭别人要松 我说一个都不会死的 我们都不要放弃 抱着一线生还希望的张辉等人 随着洪水漂流大约五公里后 一个巨浪打来 将他们几个人一下子冲散了 当我冲水里扶上去的时候 然后发现只剩下我和两名美警 然后那个其他的战友 还有人他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冲散后的刘旭权和两名公安民警 只有刘旭权穿着救生衣 生死之际 刘旭权仅仅抓住两名公安民警不放 三人抱着一团 仅靠他的一件救生衣保持福利 当刘旭权和其他两名公安民警 又漂浮了一段距离后 被幸运地卷到了水流比较舒缓的岸边 精疲力尽的刘旭权拼尽全力爬了上来 跑到路边大声呼救 出来看见他就是一个满脸是鞋 满身是驴的 他的面我是没看见 那是一个坡 很陡的坡 他就像那两个干警也是他被他拉上来的 当时的时候他精疲力尽倒在那路上的时候 我们拉他起来 他都还在叫我说救人救人 那个场面真的让我记忆犹新 经过权力抢救 刘旭权和两名公安民警脱离了生命危险 而被大浪冲散的排长王斌 班长张辉 战士周康 王东海四个人 紧紧抱住轮胎 继续随着滚滚洪流向下游飘去 不久 他们又遇到了一个落差 三十多米高的水电站 这是洪水退去十天后的画面 虽然水电站的水流小了很多 但站在旁边还是让人头晕 咆哮的水流机器的巨烂 射人心魄 而事发那天 张辉等人就在这里 随着不可抗拒的强劲水流 被卷入了闸门 然后我们几个就卷入那个大水窝里面 那底下转进去的时候 我就有意识地给它 变了一口气 然后水底下将近 有了个两分钟左右 然后我这个脸部都是 那个水底下那里 破了一些小石子 石头 然后就沧桑的 然后当时一起来 水面上一起来 我们就冲上了 还有那个轮胎 就不知道去了哪个方向 当时也是变成我一个人了 被漩涡卷进闸门的排长王斌和战士周康 再也没有醒过来 他们的遗体在下游的不远处陆续被发现 并打捞上岸 战士王东海失踪以后 9月16号当地群众也在下游的不远处的淤泥中 发现了他的遗体 而班长张辉被洪水冲出了13公里后 飘到了一个孤岛上 孤岛的四周水流湍急 暗流汹涌 那么他又是怎样被救上岸的呢 这是一个感人的场景 每天到医院看望张辉的群众落意不绝 他很平静 然而今天当张辉看到前来看望他的这位来人时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来人就是把张辉从此身手中夺回来的彭德宏 这是一位朴实的农民 那天他正好陪妻子做完手术回家 得知有人被困在河中间的时候 他连忙骑着摩托车赶了过来 这是当地公安部门提供的现场视频 在安宁河段沙坝镇的大堤上 赶来了几百名群众和救援的公安民警 在急流翻滚的河流中心孤岛上 遍体鳞伤的张辉死死抱住一根漂浮的树干 才没有被冲到更为狭窄的下游 此时已经是下午的五点钟 手上的张辉已经力不能支 肢间身体稳稳稳稳一点力气没有了 然后身体要发冷 肚子又很饿 然后当时嘴里面全部都是 喝进去那些喉水已经掐住了 突然一下子对自己求生一个本能 法医 我就突然想到自己身上穿的是救生衣 然后就救生衣身上 他带了一个口哨 我就留那个口哨 就开始吞起了 他穿的有你那个黄瓜本 哦 吞脚劲 需要说什么时候 哦 这个是火力火力 快打电话 雨虽然比白天小了 但上游的洪水还在狂泻布置 岸边距离张辉有六十米左右 此时温训赶来的群众越来越多 大家虽然心急如焚 但都束手无策 老五发营救 水太大 我观察了以后 地形和水死 就看到有根电杆 在火中杆 火边有根电杆 我就说走线子上 过去 我的人敢去 我就说我去 红水已冲毁了当地的宫殿设施 而刚好有一根电线杆的电线 通到预险的张辉索困的孤岛 彭德宏试图通过电线杆之间的电线 利用滑行的办法接近张辉 由于电线无法承受人的重量 这个办法失败了 现场的救援群众 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安宁河的洪水仍然在咆哮着 救援条件却越来越困难 开始还能听到张辉的吹哨声音 慢慢的哨音越来越小 基本上只有那么一点点意识 自己还活着 对自己基本上 往往是放弃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 孤岛上已经没有了哨音 救援的群众都在担心 张辉还能支撑多久 就在大家心机如焚的时候 彭德宏决定冒险从上游过去 接近预线的张辉 彭德宏拿着两瓶对了白糖的温开水和轮胎 按照两名女同志坐着的方向 义无反顾的向河边走去 按照几百名群众和公安民警 被她的勇敢静怀了 现场顿时安静了下来 只有昏狂的洪水还在咆哮着 我想只要说早点过去能把她活着 她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 彭德宏说她的水性并不好 那天晚上咱们游到张辉跟前的 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加油 哪个过去啊 加油 我一上那个谈谈了 我就高兴得很了 激动得很了 我就大声的好 兄弟我来了 你有救了 此时彭德宏考虑最多的 还是如何把受伤的张辉送上大地 开始彭德宏打算把张辉放到冲起轮胎上 他在旁边推着油 但是水流非常急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下水地点 整当彭德宏左右为难的时候 又有七个人带着绳索游了过来 又来了七个帮手 彭德宏更有信心了 他们把绳索拴在轮胎上 让八个人前后左右分别扶着轮胎 保证轮胎在激流中不翻 上面的张辉才能安全上岸 保证轮胎在激流中不翻 让我们记住这八位 平凡而伟大的农民兄弟 他们分别是 三十六岁的彭德宏 二十八岁的曾文刚 三十岁的于勇 三十岁的吴顺刚 二十九岁的吴勇 另外两名穿越救援的村民 是沙仁臣和河斌 由于始发很快就外出打工了 他们联系不上 照片中间的这位叫吴台顺 是当地公安局的一位民警 这就是我们的人民 身色关头 军民一家 不离不弃 这就是我们的人民 只要你心中装着他们 他们就会把你勾勾地举过头顶 在人民遭难的时候 子弟兵奋不顾身 没有一丝有余 武警官兵遇险 群众拼死相救 没有一点思念 安宁河水 夺走了三条年轻的生命 但他同样见证了 紧要关头 军民骨肉相连 生死与共的真情 我们相信 有了这种真情 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美好 安宁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的中国武警节目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一年前 他离开重病的附近 含泪去实现当兵的梦想 他那个脸上露出的秀容 我现在还忘不了 一年后 他回到家乡 却不能到附近的坟前 哭诉中场 当地人对这个习俗的坚持 还是非常坚决的 他的家乡到底有怎样的传统习俗 最终他如何实现 苦苦期盼的继父愿望 让泪化作清磕酒 中国武警 夏天